怀宝宝可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宝宝不仅是爱情的结晶,也是全家的新生命,这妈妈和胎宝宝,应该是掉进了蜜罐子里才是,但是总有宝妈有那种无奈的感觉,要宝宝是婆婆催着药的,想当爸爸是老公承诺的。 结果呢?怀孕之后太多情绪没人照顾,可怜了宝妈也可怜自己的娃,很多家庭矛盾都是在孕妻和孕妻产生的,结婚奔着好好过日子的两夫妻怒暮相对,和婆婆老死不相往来,这些家庭影响大都是因为孕妻和孕妻的矛盾,所以说怀孕还真不是一个人的事情,大家谁都别想撇清关系, 孕妇婆婆更应该当个名女的人,别让一件行事演变成家庭矛盾的开端,这样跟月子妻怎么做,我的大学同学毕业就结婚了,本来她是我们寝室认为会最晚结婚的,大学连个男朋友都没有,结果快毕业的时候,闪电恋爱随着闪婚,毕业季加上婚礼,我们都天天开心,结果前几天听老朋友说, 她现在日子过得特别难,因为爱情而走进婚礼的殿堂,是多少女孩的梦想,有苦一起吃又难一起当野福一起想,女孩什么都不怕,唯独害怕自己错付众生,本来认为最懂自己的人,原来一点也不了解自己, 女孩的爸妈都在外打工,平安产生小公主以后,爸妈留下点钱就走了,本来的也不是交心女孩,安安稳稳坐好月子妻也出去挣钱了, 但是有口气实在咽不下去,原来这女孩在这个家里有哥嫂,哥嫂在两年前都有小孩了,自己做月子妻婆婆三天两头都不在这,动不动就收去看哥嫂家的孩子,月子妻连饭都不能按时吃,有时候自己身体实在难受起,不难传,更是连饭都吃不上一口, 但是让她心寒的不只是这些,女儿出生一百天的时候,按当地的习俗,外婆会来看小公主并且送上一只公鸡名叫白岁逼,听名字大家也知道意思, 玉米呢,就是祝福小公主长命百岁,健康成长,刚送走外婆一家,我那同学就进屋躺着了,谁知道中午出来看的时候,差点没气的晕过去,原来这种有寓意的鸡, 是不能被杀的,要么自己养着要么送到别人家,而自己的婆婆,此刻正在院子里拔鸡毛,照顾过嫂子的月子妻,这习俗婆婆不可能不知道,要是我我早都骂人动粗了,同学给自己的老公说这事,结果呢,她老公也没有个立场,不会处理关系,对媳妇不哄,对长辈不管,这月子妻坐得我都心疼,真是, 女人可苦为难女人了,月子妻最令导妈失望的三件事,不要碍于恋子,该说还得说, 一,说你交情的婆婆,有人约子妻是最虚弱的时候,身体元气打伤,最需要补充营养照顾身体了,有的家庭,婆婆是真的好,这些小事根本不用别人操心,该做的都做好不会落人闲话,但是有的婆婆不一样,总觉得你却了他们家便宜,总觉得自己吃的枯米没吃过, 比如给你炖肉煮汤不到一刻中,肉都咬不动,还说你嚼劲的,二,不心疼你的老公,月子妻不难熬,难熬的是没有家人的爱,女人怀孕和月子妻,最能看出来老公的态度,其实本来是互相理解的事情,夫妻两人应该更加体贴恩爱, 但是有的男人的思想,就是长辈说的都是对的,不能冲撞长辈,媳妇说自己妈就是媳妇不对,本来身为孩子就有很多后遗症,掉头发,小便湿劲,尿瓶,手抖,脚趾疼,胸闷,腰刷等等,这都是难以忍受的,而此时再加上不心疼你的老公,那还要忍吗? 当然要沟通,当然了我们要做个聪明女人,注意方式,三,天天被说奶水少,现在很多人认同,母乳喂养是最好的,这个问题宝妈也知道,问题是有些宝妈产后就是没奶水,这是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,宝妈也特别着急,如果你去探包产妇是,不要强调这句话,只会刺激到她,聪明人都会说, 喝奶粉也一样,天天被说奶水少,一般人真的招架不住,月子清是最不能甘心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我们下集完